地球上最高等的造物 非人莫属 在其他生物面前 仍可谓万物的主宰 然而 面对浩瀚无垠的宇宙 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不过是宇宙里一个微小的存在 在时间的长河中 如同雾气 出现少时 转瞬即逝 灾难面前 人类何等脆弱不堪 无能为力 犹如面对猛兽侵吞的小兔 充满恐惧 茫然无助 却又无处可逃 以为可以掌控人生 无奈 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圣经诗篇说 人算什么 你尽顾念他 是人算什么 你尽眷顾他 人虽卑微 他却眷顾 神照着自己的样式造人 使人在造物中 成为独特的族类 神将地上一切出产赐给人 工人享用 更预备青山绿水 月人眼目 鸟语花香 宜人欢畅 他也将智慧赐给人 使人类能不断探索 发现 发明 创新 除了零零总总 物质的供应 神更要赐您 神圣永远 非受造的生命 圣经告诉我们 一人 一本于性 得生并活着 您只要简单地 相信接受他 这位宇宙浩大的 无价之宝 要永远与您同在 使您获得人生 真地实意 满享生命 永恒价值